清晨五點 天還沒亮 喀布新村的靜思堂 已聚集近四百人參加朝鮮 部分男女老少 虔誠一念心 職工劉希英帶著新生與三個女兒 凌晨兩點就起床準備 準時朝鮮 所以我們的社群 更加適合 更加適合 我們要更加適合 更加適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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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們一定會更加適合 但我們一定會更加適合 朝鮮過程長養智慧 新的方向更明確而堅定 帶一新聞 克拉瑞莎蒂尼 印尼報導